随着七年前,金门和厦门实行小三通之后, 海峡两岸每逢中秋都会一起放烟花, 慶祝节日来临。 当年的炮火星,已经被烟花星取代。 李柱峰在两岸宣布小三通之后, 当选金门院长,一直做到现在。 任内,他访问过大陆五十几次, 还提出要将金门作为一国两制的事业区。 他的政治立场,在台湾被认为是难道法子。 台湾目前生存发展的这种条件, 没有做好两岸关系,恐怕是援武求疑。 那目前民进党失败之后, 就是因为大家过去处理两岸的关系, 可以说是一派土地。 那经济反转改善的根本的原因, 就是要有一个很安定的政治, 有一个很平稳的两岸的关系, 特别是大陆的这个经济改革三十年以后, 那么所形成的一个内息的市场, 这是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。 我们假如说没有好好掌握这个机会, 放弃了这个机会,恐怕台湾要重新站起来, 是相当困难的。 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, 目前触目所及都是一片冷冷清清。 看到金门的这种景象, 就知道金门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。 感慨良多。 三十年的期间, 大陆打到金门来的这块土地上, 就漏蛋一百四十二万多发。 我们常常在说, 假如说要对大陆有怨恨, 我想我们金门会比台湾人来得强烈, 因为我们是面对第一线, 但是也因为我们对战争的反省特别深刻, 我们是只有了解到说何为贵。 小三通实施以来, 来往两岸的交通越来越频繁, 由金门码头开船, 不用一个小时就到达对岸的夏门。 黄真良一个月起码去夏门好几次。 厦门现在几乎他们有一些什么文化活动, 一通电话, 因为交通太方便了, 我都会过来。 这边看的就是金门, 这边就是厦门, 一线之间的距离这么样的短, 我们在船上都看得很清楚, 但是, 却在过去那几乎将近五十年的时间, 就根本没有办法来往。 金门大部分人组织福建, 两地的语言文化完全相通, 加上地理靠近, 所以很多金门人想去消费, 都宁愿选厦门而不去台湾。 有些甚至他们方便到什么程度呢? 他们喜欢到夏门泡脚, 早上过来, 中午泡一泡, 下午就回来了, 非常的方便。 there are words are cuz, 咱们时不提污房的门位置, 方便很绍一achsen, dormir合作荀1400人为090 cuánt几乎蛇 sy together、